这两天呢有好的小伙伴来问我这个大神代理飞活动的顶尖大神奖励里面八辆A车选哪辆比较好一点 那这期视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首先呢是永灭君主 他在八辆A车里面性能算是还可以的啊 综合性能没觉醒的时候呢还没有创世实成强 但是考虑到觉醒加成挺高 且这车无论平地腾空都可以跑的原因 所以呢我觉得跟创世实成是差不多同级别的啊 不过综合来讲永灭君主呢他平地和腾空图都可以跑 我觉得呢永灭实用性要比创世实成高一点啊 然后到红牛红牛的性能算是八辆车里面比较不错的啊 在平地图比较强一点还有实战起步也有点优势 而且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缺点呢就是跑腾空图很一般 因为延续的越多他的特性就是越不能发挥出来 这车对比永灭君主的话我个人是觉得红牛比永灭君主更值的兑换了 然后红牛跟南博基尼的定位是差不多的啊都是平地图 红牛呢比南博基尼多了一个起步弹气优势 而南博基尼呢比红牛多了一个转向特性的优势啊 综合来讲呢我认为南博基尼是要比红牛更值的兑换的哈 但是你实在喜欢红牛的话我觉得换红牛也行吧 因为红牛呢他也不会比南博基尼差很多 然后指挥官呢也是挺强的 并且容错率是这八辆A车里面最高的 如果你没有冰魄呢我认为换这辆车是比较值得的哈 如果你是平民玩家呢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流氓车 那如果你拿到指挥官之后实战的体验呢会有一个质的飞呀 如果你有冰魄可以换红牛或者创世这些车换换口味 因为红牛和创世有起步优势啊 或者说你喜欢哪辆都可以换 毕竟有冰魄一般也不会说靠着这些车来提升你的段位档次是吧 所以呢我认为哈这八辆A车最值得换的是指挥官 然后到南博基尼 然后如果你喜欢起步优势的话可以先换红牛或者创世世神 如果你喜欢腾空优势可以先换那个有夜君主啊 当然以上呢都是个人看法啊 仅供参考如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好 谢谢收看本期视频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小谢